现在我们来看一些作用力跟反作用力的实力 这个 两个 在那个轮鞋上面 然后呢 互相拍 这两个就怎么样 彼此分开 彼此分开 因为 就算只有一个人出力 两个还是会互相 等一下有类似的影片 所以 我用力推墙 我站在这里 穿着轮鞋用力推墙壁 我就会bug 因为墙壁会推我 好 我势力给墙壁 墙壁就会势力给我 所以呢 这个单就是刚才讲过了 滑板上的两个人 互推互拉 你可以看到影片中 好像只有一个人在出力 可是两个人会互相靠近或 互相分离 这样 先推 看起来像 右边推左边 可是两个会分开 然后拉了也是一样 看起来左边拉右边 可是两个互相靠近 所以要做 因为有作用力 就会有反作用力 然后车子可以走 也是一样 车子给地上一个作用力 地会给车子一个反作用力 把车子往前 就所谓的摩擦了 摩擦 还有一个车子 玩具车子 然后这里放上砂纸 你看 沙子会退后 车子往前 沙子退后 车子给沙子作用力向后 沙子给车子反作用力向前 所以 车子往前走 那个 沙子向后退 所以人能走路也是一样 我给地板一个作用力向后 地板给我反作用力向前 所以我可以往前走 所以如果完全光滑 没有摩擦 你就走不了 或者所谓打滑 赛跑的时候 用起跑架帮助起跑也一样 你一蹬 你一蹬起跑架 起跑要给你的反作用力 往前往前推 把你抛出去 滑船游泳都是一样的意思 滑船 讲向后滑 给水重力向后 水给讲反作用力向前 所以船就会往前走 所以滑船的时候是向后滑的 要往前走 讲要向后滑 所以滑船 讲向后滑 船往前走 游游泳也是一样 挖式跟 水节式自由式最明显 节式你的手向后滑 给水重力向后 水给我反作用力向前 所以人就会往前走 人就会往前走 就是所谓的重力跟反作用力 第一句叫做 有作用力就会有反作用力 没有作用力就没有反作用力 第二句叫做 这两个力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 作用在一条直线上 就是举了一些实力 可以吗 可以 可以 好